近年来乡土文化研究兴起 校园渐渐的解禁方言 不过本地华裔说家乡化的潮流 早已经大不如前了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今天就举办了第一届 全国中学生方言讲故事比赛 让一众千禧年后出生的Y世代学生 用母语来演绎马华文学散文 希望能够让年轻人 重新学习祖辈的方言 寻回在文化上的认同感 那今天比赛的现场 充斥着南腔北调 成了一个方言文化大熔炉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 承载了特定社群的历史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今年开办了第一届 全国中学生汉语方言讲故事比赛 为国内的00后学生 提供展示全马各地家乡化的平台 正所谓无理不同音 实理不同调 那方言就是每个地方的文化密码 像是在槟城的岛上 几乎都是说福建化的 威省这里则比较多潮州话 来到了霹雳州近打县 都是广东人以及客家人为主的 西海岸的石兆远则有福州话独树一格 来到了雪龙地区则是方言杂粹 百家争鸣了 广东话 福建话 潮州话和客家话 南腔北调百花齐放 学生们生动地演绎各地方言 用母语发挥语言的独特精髓 妈妈小时候很喜欢跟兄弟姐妹 在井的附近追来追去 但是每次都会被我的外公骂 小线跌了 妈千万跌下来都没有人跌倒 跌倒了 跌倒了 虽然是被人骂 但是她讲这段故事的时候 是全城笑着讲完的 哇 毛鸣当鸣都要见面了 小时候我闻一闪 闻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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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一门 不得过 五岛的门 路边一刻融树下 我吃美酒吃咖啡 我说这白天就已经成功了 这条路是山路 往来又往去 我行一只十几年 便是感觉 开门是个是千万万八的对峙 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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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拍下来就感觉 这条路叫 分 水 奥 我国华社过去推广讲华语运动 不但提倡华社在正式场合 以华语沟通 更在华教体制内以惩罚制度 要求学生不能开口讲方言 如今校方逐渐松绑政策 但淡化的母语习惯难以回头 这样的家庭背景还是很多 因为他们很多家长 是跟他们说英语或者华语 所以就造成他们不会讲方言 然后同时他们也不懂自己的习惯是什么 同学问某问题我就讲 做马盖这样子 就是客家话了 什么事情就这样子 就很自然的 透口而出客家话 大家都在说华语或者英文沟通 所以就很少有机会能够说客家话 方言的传承在于流动和互动 使用母语的群众变少 香烟就会逐渐淡化 学者认为方言示威是不可逆的大事 但是华设能够尽力放慢消亡的步伐 最后一个会讲那个语言的方言的那个人 他可能去了以后就没有人再能够讲了 所以语言学家都在尽量在抢救这个语言 就是他们去把它录音下来 然后把它这些字典啊词典啊等等都做了 可是这个语言过后也会消失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讲故事比赛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尽量为我们华识的一个identity 一个认同就是方言认同来继续这个传统 马大中文系今年开始举办方言讲故事比赛 吸引全国60名中学生报名参加 最后15名表现优异的参赛者入围决赛 评审团认为尽管不少参赛者都是平日鲜少说方言 直到比赛才恶补香音 但希望这回出事提升能让更多年轻人热爱家乡化 八度空间张艺柔 吉隆坡报道 八度空间张艺柔 吉隆坡报道